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自己做功课的时候发现 威宜老师曾经教过很多的学生 那其中不乏现在当红的流行音乐歌手 由于学生的人数实在太多 我在那边举几个我比较熟悉的歌手好了 其中包括宇宙人的主唱小玉 顽童的一首 一首最近也出了新的专辑 魔幻力量的鼓鼓 林依晨 熊仔 吕士轩 J Sean 还有森林之王的冠军 李又廷 再讲下去可能我们整集节目就念名字就好了 首先请那个威宇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然后可不可以请你稍微描述一下 你的背景 还有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威宇老师 就像Patrick刚刚跟大家分享 就是对 我是一个歌唱老师 那我也是一个声音教练 所以我平常的事情就是教歌手唱歌 还有演员的声音指导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写歌创作等等 对 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 嗯 我很好奇唱歌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你的生命 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 就是我们家人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 我爸有十个兄弟姐妹 然后我们家过去是个家族事业这样 就我们家以前是做书籍的装订 那我们家那种家族旅游啊 或是什么员 就是那种公司的员工旅游 那整台游览车出去 就是整个家族的人就是一直在唱歌 一直在唱歌 那 那这是我的童年回忆 我甚至有一次有印象就是我的国小 好像是国小的活动吧 那天是都要出一个表演 每一班都要出一个表演 那我们班出的就是我跟我爸的合唱 就是 对 我们的 我们的共同表演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唱歌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像是陪伴 然后也是我的成长经历吧 对 嗯 在你就是记忆所及的部分 其实你自己回顾再去看啊 你觉得你一开始唱歌的这个表现就已经很好了吗 还是说它是透过某一些训练才有现在这样子的表现 嗯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没有去意识到我到底唱的好或不好 嗯 那 可是我第一次歌唱比赛我就得奖了 那它是个李明歌唱大赛 对 就是整个李的歌唱比赛 然后那时候拿了第二名 那个时候我十四岁 然后 然后赢了一群就是叔叔伯伯阿姨这样子 然后那一刻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可以唱耶 可是后来到了高中那时候创立了流行音乐社 华江高中流行音乐社 然后去跟老师学习才发现 哇哦 所以唱歌好像有很多需要去训练的部分 那也开始意识到说 好像自己到底是好或不好这件事情才开始进入我的思考 嗯 对 那 我觉得唱歌的训练是否让我有了现在这样子的表现 这是绝对的 对 只是整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蛮痛苦的 哦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回来聊这个部分 其实我很好奇 你那时候十四岁参加那个李明歌唱大赛 那个选的曲目都是什么 我还蛮好奇 我那时候唱的是台语歌 哦 江慧的 更来坤心兵 就是回来我身边 对 那时候我唱的是台语歌 嗯 对 所以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都是唱台语歌 嗯 那后来才就是 在学校嘛 大家都听什么周杰伦啊 对 SH王力宏陶哲 到学校你就听 一般时下流行歌 在家里你就唱台语歌 所以其实听的东西是听蛮多的 OK 你刚刚描述到就是训练的过程很痛苦 具体来说是怎么个痛苦法 就是老师讲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哦 嗯 就像是要练气 对不对 练丹田 找共鸣 那我们都会认为这好像是学歌唱一定要会的东西 什么凶声投身 那 其实这些东西非常的抽象 对 那甚至你在练不会的时候 老师可能也会觉得 哎 你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天分 嗯 那 你就会 就像我刚回应的嘛 到底什么叫做好跟不好 是不是我不够好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达到我的目标 像是音域的扩张 或者是唱歌更自由 我想要去完成所有 呃 我想完成的呃 声音等等 所以 那个痛苦我觉得比较像是 你不知道 你该怎么做 才会变得更好 在学歌唱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是我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习经历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对 然后也被老师说 陈文宇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并没有很好 你不适合走这条路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那这是让我觉得很 当时是蛮受伤的啦 对 那其实没有发现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乐观的人 我是到了 学到后来 在台湾学习五六年的时间 学到后来 最后一堂课崩溃后 哭着唱 才发现 天哪 我已经不喜欢唱歌了 对 嗯 嗯 呵呵呵呵 哇 你还记得那天的状况吗 就是因为他做了那一句说 为什么 你要坚持走这条路 哦 他讲的是 人生有这么多事 嗯 你为什么一定要唱歌 对 然后那时候他弹着钢琴 就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 我就哭着问老师说 你有没有觉得 我很棒 很崩溃对不对 你知道 我从高中一路学唱歌 学到大学毕业 我的音语 我的range 完全没有任何的扩张 然后 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想要去唱 我喜欢的歌 而且自由的歌唱 但我做不到 那 老师告诉我的练习 其实 我很多时候都是很长时间的练 一天六到八个小时 那也因为 我家里环境的关系 后来 我家大概是在我国小的时候 小五小六的时候就家到中落 所以其实我从高中开始 就必须要打工付自己的学费 所以学校的学费 我要打工自己付 然后学唱歌的学费 我也要打工自己付 所以 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家人 都会觉得 陈伟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 你 你应该做一些 更实际的事情吧 对 你 你为什么要一直去唱歌 这件事情 有饭吃吗 那我的学校在公立高中 那个时候 我老师 学校老师跟我说 你念公立高中 你为什么要想唱歌 你就不应该想唱歌 所以其实面对很多的声音 那又包括实际的状况 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当他跟我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唱歌的时候 我的回应是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棒 我后来发现 原来我想要的是 被肯定 然后 哭完我就离开教室了 那 教室在南京东路五段 我一路大唱歌 晚上十点多 大唱歌 一路走到南京西路 对 就是从东走到西 对 然后 因为太痛苦了 我就沿路大唱 我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对 然后 但那天也是我的 一个人生的转捩点 就是 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 我想要去联络 我的 后来出现的恩师 就是 使我成为 一个可以知道 这么多歌手的 歌唱老师的一位恩师 然后 也让我可以拥有 自由声音的恩师 所以那天也是一个关键 就是我的挫折 跟 我的真实吧 就是 我就是想唱歌 但是 我那一刻 我觉得我不爱唱歌 我觉得我很痛苦 对 就是学音乐学到后来 我竟然 讨厌了 唱歌 对 嗯 那显然这个事件 其实并没有让你放弃啊 就是在 呃 你当晚 是过了多久之后 才把自己 怎么说呢 自我救赎 或者是说 持续的又 恢复对音乐的热情 那个时候 我刚才讲 我走到南京西路嘛 就那时候走到捷运站 中山站旁边 我就想着 我这些年来 到底在干嘛 呵呵 然后 我就想到 我在大二的时候 就是 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人 那这个人 拿到了 金氏世界纪录 在1999年 那 人类史上 音域最高最广的人 那为什么会想到 这个人的原因 是因为 在大二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人 然后写了信给他 问他 高音怎么唱 声音怎么变得更厚 怎么变得 呃 更有力道 更有 呃 power 他就回了我信 他就说唱歌不用练气 不用练共鸣 不用练丹田 我想说这一定是神棍 呵呵 我就不理他了 嗯 但是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嗯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去找神棍 呵呵呵 呵呵 对 所以我就 直接写email给他 我说 老师你一堂课多少钱 我飞过去找你 嗯 我就没有再问他 任何的理论 那那个时候 他就 回了我信 一堂课是 一千块人民币 那 我就跟他说 好 老师你等我 我 刚完兵后 我就飞过去找你 那其实这个费用对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其实是很高的 嗯 负担很大 对 还有生活费嘛 那因为我的老师人在北京 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还帮我的弟兄们洗衣服 赚钱 哇 一套衣服六十块 迷彩的 然后内裤二十 内衣三十 袜子十块 我两个礼拜都会赚一万多块 哇 就是毛钱赚钱 嗯 我决定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然后我就这样一个人飞到了北京 那 我在当地没有认识太多的人 那 我刚好有一个长辈认识 呃 一位 呃 国际唱片公司的大中华区的音乐总监 那那位总监就打了一通 就是微信电话给我 他请他的助理打给我 嗯 嗨 打来 我印象中很深 他就跟我讲 威宇 你怎么学唱歌来北京 这里很多神棍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那时候非常焦虑 业界的大佬打电话来阻止我 嗯 我想说 哇 怎么办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他说 你 如果还没有付学费 赶快飞去 呃 美国 我帮你介绍阿妹的老师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我已经联络老师了 那 让我再想一下 他就说好 那他帮我问一下 业界的其他人 知不知道 这一个人 我就说好 那他是中午前打给我的 嗯 然后晚上 傍晚我又再接到他的电话 他就打给我 就跟我说 威宇 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 赶快 就是 行李 准备一下 就 去美国 嗯 我 我那时候非常的焦虑 因为 我在下午的时候 就是 呃 那当天的下午 就找到我要在北京常住的房子 那 压一负三 我是不觉得他们会还我钱啦 嗯 对 所以 我就非常的 焦虑 想说要跟我家人 聊一聊 看说这样状况怎么办 或是跟朋友聊一聊 嗯 然后就 我就 想说登 登入那个 Facebook 就是要跟我的 就是 朋友联系 但你知道那边 要翻墙嘛 啊对 我就一直翻 一直翻都翻不过去 十几分钟后 终于翻过去了 在我的Facebook 动态的第一则 是一段圣经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这样写 他说 上帝把平安留给你们 他把他的平安给了 就是我们 然后他自的平安 不像世界的人给的平安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害怕 哇 我就看着这段话 我就想说 所以你给我的安全感 跟世界上的人 给我的不一样 Even他是一个 国际唱片公司的 音乐总监 我想说 好吧 我还是去看一下老师好了 毕竟 你也没看过 肉眼看过神棍嘛 就听到那种 语音啊 电话打来骗你钱的 对不对 他说 好 那我就肉眼看你 然后 我就去找老师了 那一到老师 叫老师就非常的热情 然后 我们就 预备要上课 老师就摸我的脖子 看我的嘴巴 就说 你唱歌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我就想说 天哪摸骨耶 神棍 然后 我就想说 我要回去整理行李了 别闹了 然后他就在我面前 微笑着发出 很可怕的高音 大家如果有兴趣听 你可以到YouTube 搜寻 巡儒 蓝青 蓝花的蓝青色的青 你就会听到他的超高音 我当下看着他 我想说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我就跟你学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 No 他不是人 他不是神棍 他是外星人 你知道有部电影叫MIB 就是外星人 会把人皮穿在外面 嗯 那时候我坐在他对面 我就有点缓缓的 站起来 因为我想要看他的头顶 有没有拉力 我就说真的 他就是很轻松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发出超高音 我想说 太可怕了 对 然后后来就开始跟老师上课 那整个上课的过程 其实很不容易 那也是一段痛苦的过程 因为 练气嘛 不练共鸣 不练丹田 老师就是一直带我伸舌头 做舌头的练习 嗯 然后告诉我唱歌 不要练气 然后不要控制自己的声音 不要去听自己的声音 哇 这对我的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都是 你要控制自己的声音 要控制气 全部都是控制 但我的 这位老师告诉我 全部都不要控制 完全推翻了我以前的东西 所以我非常的 难以接受 那 是到了后来 真的 没钱了 我只剩下六堂课 老师的练习 我都非常认真做 我剩下六堂课 那时候我想说 妈呀 我要回来台湾做蛋糕了 为什么说做蛋糕 因为以前就是 做蛋糕赚 就是学费 这样子 对 那 也是一样 一个Miracle 就是 一样我跟上帝祷告 我跟上帝说 我相信你带我来这里 不会是意外 所以我相信 你的恩典 够我有 隔天就有一个大姐 打给我 一个教会的大姐 她就跟我说 威宇我在北京当地照顾一群贫穷的年轻人 但她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 她想要 呃 就是 呃 想到这群年轻人 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说她前一天祷告 问上帝 上帝说 把这群孩子交给威宇 她说你 她就问我说 你愿不愿意带他们 我想付你一点生活费 我想说 太好了 有钱了 有钱了 但我跟她讲 人就是gaybye 我就跟她讲说 没关系 不用这么好的事情 哈哈哈 我一讲出来 我就后悔 然后她跟我讲说 不行 我一定要付你钱 我就说 好好好 成后于闭嘴跟她讲话了 哈哈哈 隔天她就会给我6000块人民币 我一个礼拜陪这群年轻人吃饭一次而已 很多的 两个礼拜后 他再汇给我一万块人民币 我的月薪是一万六人民币 一个礼拜陪着这群人吃饭一次 你知道这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grace 就是不是我有办法赚取的 这就是恩典 你知道我知道这个薪水是神给的 不是人给的 那一刻我决定相信我的老师 告诉我的所有东西 就是不要控制 没有音高 你知道他经常讲没有音高 但确实 就是音高是个错误的形容 这是我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透过就是跟许多的教授 就是聊 然后还有祷告 我才gay到说 真的没有音高 因为声音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那声音的高度是频率 它不是一个距离 所以你所相信的 就成为了你的行为 你相信它是高 你就会用力 但是唱高音应该要放松啊 那为什么要放松 因为事实上高音的高并不是高 它是频率的快 所以当你的操作 如果出现了问题 通常表示是你的动机跟你的认知 或者是情绪并不精准 导致了你的操作行为不精准 这是可以理解吗 你可以理解吗 可以 可以太棒了 有一点点抽象 但是能不能具体的形容 比如说我们可以唱高音为例子好了 好 声音的低跟高它是频率 所以女生的声音 一般来讲讲话的声音是比男生高 是 对吧 那是因为女生单天比较有力吗 还是肺候量比较大 应该都不是 都不是吧 是它的声带较短 所以它的声带在发声的时候 震动的频率较快速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好 没关系 听众如果不理解的话 可以回去翻译国中的理化课本 这是国中的理化 对 所以音高是物体震动的速度决定的 不是用力决定的 所以今天 你认为高音是高 你就会想把声音推上去 但是高音没有在上面过 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 它并不是一个 能够用高与低来度量的 这么一个 我不晓得这么一个元素 或者说这么一个东西 对 对 声音这个能量 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嗯 所以我们在形容它 有很多抽象的形容 包括 这个女孩子声音很甜 它是一个味觉的形容 对不对 嗯 这个人声音很亮 是视觉的形容 对吧 对 对 这声音粗糙是触觉的形容 对不对 嗯 而高跟低是距离的概念 但声音的低跟高并不是距离 它就只是频率 就好像 我问你说 这声音大概多大声 你比如说跟篮球一样大 你不会这样形容 但基本上高低音的形容 就是同样的概念 哦 对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度量的单位 在大众的想象里面 其实根本就是错误了 没错 而且在主流音乐里面 才会用低音跟高音形容 低音跟高音 世界上的各个少数民族 有的形容低音高音 不是这样形容 有些人形容低音叫胖音 一个柬埔寨的少数民族 形容低音叫胖音 高音叫兽音 嗯 印度的一个少数民族 形容低音叫年老音 高音叫年轻音 嗯 对 只是在主流音乐里面 我们有五线谱 我们有钢琴 我们会觉得 音跟音之间是有距离的 嗯 但事实上 音跟音之间 它只是频率的差异 OK 你可以理解了 我可以理解 但儿后的这个练习方式 是 是怎么样去执行呢 好 我跟你说 如果你真的要练习 你真的要唱到很高 嗯 我们今天的 这个分享 你听了是不可能会做到的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你会有个基本的 我告诉你怎么 就是可以怎么样去 有一个基础的提升 你要说服自己 就是声音都在同一个位置上 没有高跟低 像讲 用讲话的形态去唱 对 我们讲长音好了 好不好 给大家长音的练习 嗯 好不好 好 声音的长段 也不是距离 它是时间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在拉长音的时候 他的脖子就会拉长 嗯 因为他觉得声音是一条往前走的线 嗯 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 他就只是你的身带持续震动了多久 所以他多长 所以稳定震动是重点 那如何稳定震动 就是真实的情绪 使你的声音自由 我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现在Patrick做了一件坏事 嗯 我发出了一个很卑鄙的声音 我说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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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并没有想要拉长它 是因为我的心情 见烈欣喜 我想要 卑鄙你 嗯 嗯 对 就像我难过 自然的叹气 或者是蟑螂 女生看到蟑螂从远方飞过来 高音就出来了 我来叫一个高音 我要远一点 怕大家吓了 就是假设蟑螂飞过来 啊啊啊 对 可是你不一定在正式唱歌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叫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唱歌要做一堆的控制 你觉得声音要放到什么位置 你要吸保气 你要丹田 但事实上蟑螂过来 你高音就出来了 嗯 因为你的情绪大于你的理性 而在歌唱的理性当中 我们的认知常常是不精准的 就是你觉得应该用力 你觉得高音在上面 你觉得应该用气 但事实上 很多没有学过唱歌的人 唱得比有学过唱歌的人更好 很多的原住民 黑人 小朋友 都可以唱很久很洪亮 嗯 但他并没有发声的知识 对 嗯 所以很多时候知识会限制人的能力 嗯 yes ok 你刚提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 让你的情绪去引导你的发声嘛 对 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 嗯 他仅仅只是 嗯 我们通俗来讲说是高中低音 他会带有不同的情 让不同的情绪去引导 还是说 嗯 因为你看市面上那么多首歌 我不知道今年可能发几万首歌吧 但是他每一首歌里面的情绪都不一样 那对于歌曲情绪的揣摩 难道每一首歌都不同 那 就会变成说他会一个 会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去引导不同的发声吗 没错 哦我的天 就像我们在 就像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声音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完全是情绪在出发的声音 你并不会想 好我现在要跟Patrick分享我的失恋 我要来一点气声 我的咬字要多少的重量 让你觉得我很很有feu 你绝对不会这样做 嗯 你的情绪一出来 一讲出来 我失恋了 对方就知道了 而且他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 这就是你 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一首歌的时候 我认为唱歌就是第二次的创作 一句歌词可能信不了情 心若倦了 可能对你而言 心若倦了最近可能是什么事情 好疫情 心很累都不能出去 可能有点烦躁 那你的心若倦了就是烦躁 没有对错 你敢不敢用烦躁 来唱心不了情 当你敢的时候 那就是开始成为歌手的关键 因为那就是艺术 你用你的生命在唱出你的作品 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先听到 哇肖金腾这样唱 心若倦了 你就好像就要这样 No No 你不用成为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需要很大的信心 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 没错 如果有上万首歌 那本来就应该有上万种诠释方式 如果有一百万个人 那即使是一首歌 都会有一百万种诠释方式 不好意思 我这边想要问一个离题的问题 因为 你说 比如说你刚刚像举说 心不了情这件事情 显然杨宗伟跟肖金腾唱起来是不同的感觉 所以他们用不同的情绪去揣摩他 但是当 我记得原唱者是曹格吗 万芳 对不起对不起 万芳 那是另外一首歌 万芳 他当时在 或者是说写这首歌 或者是万芳在诠释这首歌 他显然是用他自己的情绪去诠释 但肖金腾跟杨宗伟 他们这样子在诠释这首歌 又用不同的情绪去诠释 所谓才会出现他们之间一首歌的表现形式差异那么大的原因 对 没错 可是这样子偏离了原唱 但我们不能说原唱就是对的 或是作曲者就是对的 只是说当他偏离的时候 他不会 我不晓得评审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说他不会稍微有些差错吗 就有一些出入 我觉得不会耶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好了 原唱你知道是谁吗 Winnie Houston 其实你这样问肯定不是他是不是 对不是他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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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乡村女歌手叫桃利巴顿 哦这个人我知道 对 就是一个 就是 是真心真的有点夸张的一个女生 但是当年他在唱的时候也拿到了告示牌榜14周的冠军 然后Winnie再一次唱的时候再次拿了14周的冠军 Winnie不会用乡村的演唱方法去唱这首歌 他也不用乡村的风格来做编曲 因为那不是他 嗯 所以 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创作人写出了当初的这个东西 那就好像好 我们听五月天好了 五月天在演唱会的现场唱一首歌好 可能突然好想你 然后台下的人同时回忆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珍贵的 他用他的真实交换了所有的人的真实 以至于他们相信他的故事 是很重要的很珍贵的 嗯 他才敢拿出来 对啊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 欸万芳写了这首歌 蕭敬能唱杨忠伟唱 会不会偏离了 原本创作人的东西 我倒不会 因为原本创作人的东西 就是真实 那如果他的真实 可以引导出别人的真实 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创作者而言是很 很大的一个荣誉 嗯 那流行歌唱又跟古典音乐不一样 古典音乐好 假设今天你唱普契尼 你唱蝴蝶夫人 你唱公主 那个杜兰朵公主 你需要去唱出创作者 写的这个剧的一个时代背景 对 那我觉得古典反而会比较需要去 至少要70到80的去呈 percent去呈现出这首歌曲的样貌 但是流行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嗯 是 我承诺我等一下马上回到坊刚上面来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就是 你尽量问 因为我在说太好奇了 这实在太有趣了 程序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 显然杨中伟跟这个肖靖腾 他们诠释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当你把两个人 我们因为我们例子比较鲜明 所以我就带出来 不代表谁比谁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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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当然把这两种 或者是说再加上万放 很多不同的人在诠释这首歌 带到市场上面来的时候 显然 市场或者是说我们大众 在享受音乐的时候 会去觉得说 某一种诠释的方式跟我更有共鸣 可是 就你的讲法来说 他们每一个唱得好的人 都是呈现一种真实啊 那么在这其中是 什么事情决定了他 让他在市场当中更受欢迎 或者是更让人 引起更弱人的共鸣 我觉得 这个不会是歌手的目标 就是我要怎么做 才会让市场更有共鸣 好 这是我啦 我的教学方式 因为 我认为使人有共鸣的关键在于真实 那今天杨中伟跟肖靖腾 他们都是一个人 对吧 好像在讲废话 所以 他们 的诠释方式 就是他这一个人 如果今天要肖靖腾 用万方的感觉来唱 他可能只会是一个pop歌手 所以pop歌手就是 OK 什么都很好 一切都很OK 但是我听不出来你是谁 对 没有不好 音乐很准 都有到 高音都上去了 但他不会成为歌手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好像中国好声音 很多很会唱的 但谁真正成为发片歌手 其实并不多 他们通过声音再告诉大家 我很会唱 死啦 那就是很高啊 但是没有人要听你高啊 我要听高音 我就把水壶烧开就好了 我干嘛听你唱歌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 你敢不敢相信真实的你 可以成为作品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好 我就拿杨忠伟跟肖靖腾好了 杨忠伟比较温柔 他的唱法 对不对 肖靖腾是侵略性比较强的 那杨忠伟现在有不红吗 其实也没有 他之前跟那个大陆的那个歌手 张碧晨唱那个凉凉也蛮红的嘛 对 那他就是很温柔的 很旋律性很强的 去唱出他的风格 那就会有一派的人喜欢他 喜欢的人就会喜欢他 那肖靖腾 比较rock 但其实我也不觉得他rock 其实 我一直觉得他在找自己 其实台湾的歌手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 就是 我觉得肖靖腾 想要成为Michael Jackso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我的感觉 那 他在各个巨星当中找自己 但 真正的自己 其实大部分会在他的里面 我不会觉得完全的 就是不会觉得我模仿不好 但是 真正的你就在你的里面 你是从哪里来的人 就像我非常喜欢黑人音乐 为什么 这些黑人音乐家们 没有一个人会去避讳他的口音 我的口音 哇我可能是从亚买家来的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饶舍就是我的地方 我的血液 但台湾的歌手很奇怪 他到了一个地方他的口音就会改变 即使那个不是他的母语的口音 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可惜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 我觉得 很多的歌手在 不管是成为歌手 或是说在歌手的路上 都仍然持续的在认识自己 对 你是谁 我是谁 我真的可以喜欢这样的我自己吗 还是我要穿上Michael Jackson 我才会有自信 还是我要发出一个 过去台湾有个现况 过去啦 就是 我有点矛盾 过去的一个状况 90年代那时候 很多所谓的Diva歌手 Winnie Houston 谁谁谁 你会听到很多台湾女歌手 开始在学她们的那种 很厚的声音 但那不是她们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值得讨论的点 对啊 我觉得好有启发性 就是它让我们联想到 比如说 最近比较红的一些 比如说嘻哈的元素 或者饶舌元素 因为它们各自都代表 一种真实的表现 比如说你去看 这些中国嘻哈 现在叫中国新缩唱 之类的 这些饶舌歌手 或是缩唱歌手 他们表现出的就是真实的自己 他们在歌里面 他们不会去特别改变自己的口音 然后他们写出来的词 他们呈现的方式 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 RAW 就是非常的 原始的状态 他没有经过很多的加工 是 对 让我联想到蛮多东西的 是 然后甚至联想到 你看像周杰伦当时出道的时候 你记得周杰伦同名专辑 然后还有 范特西 哇天哪 那个 显然在当时的市场里面 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 他表现出来就是一个非常 RAW的一个周杰伦 对 我好喜欢周杰伦哦 我超喜欢他 我觉得他很真实 就是 他唱歌的 咬字就是他讲话的咬字 不管大家怎么说他 他也不会 更想要去迎合谁 我觉得这是他 是天王的原因 嗯 对 那 好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啦 呵呵 就是 没有我也很喜欢周杰伦 呵呵呵 因为我想讲别人 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一直好像王力宏 他的音乐很棒 很漂亮 嗯 但我觉得 他还一直在 想要告诉大家 我是谁 但不用啊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嗯 对就是 当我唱着我的音乐 其实我的音乐就已经讲了 对 所以我觉得周杰伦的感觉 让我觉得很放松 他很自在 他很轻松 对 所以 嗯 我很喜欢周杰伦 对 我觉得他很棒 有机会跟他见面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未来有没有机会访到他们 祝福你 再说再说 我想分享一下 茄子蛋 嗯 对 对那个 那个那个 《浪子回头》还有 《龙流湾》是不是 对 我去年在成都教课 我去听他们演唱会 成都哦 现场一千多人 全场合唱 就是 《龙流湾》 很可怕吧 我整个鸡皮疙瘩 这就是 真实的音乐就超越语言 嗯 你不用避讳你是谁 因为音乐 就是这么 有力量的东西 就像 美国的 黑人音乐好了 这么好听 你就会学英文啊 日本的音乐 你觉得这歌手很好听 你就会学日文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 某种程度是一种武器啦 就是 美好 当这个音乐够美好 够真实的时候 别人就会被你说服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用去想 我要怎么样 才会被喜欢 那就好像 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你到了一个学校 你是一个高中生 你整天在想着 我要怎么让别人喜欢我 你会很焦虑 然后你会不知道 该怎么成为真正的自己 然后你就会四不像 因为那根本不是你啊 嗯 对啊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Underground的乐团 很受某一派人的欢迎原因 就是 就是因为他所呈现的真实嘛 我记得 前几年的时候 在多伦多 其实草东有来 嗯 嗯 然后其实近期 那个他们 因为他们是那个三团嘛 我忘记是哪个学校 反正就是Dekka Jones 还有Jey Dice 就是孔雀眼也都有来 但是我特别去草东那一场 然后 其实这边的这个受众 其实也都是学生居多嘛 那学生 留学生居多 那么 当然大陆的朋友也很多 所以当时在听的时候 其实整场 我想台湾人应该没有 I don't know maybe占一层两层吧 但是 当他歌曲前奏一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欸身边人 欸什么都会唱 对 没错 好 我要回到我承诺的事情 我们回来访开 我们今天可能会访到12点 你就慢慢解 对对对 没关系 我会尽快的挑几个问题出来 赶快问你 好 我怕耽误你太多时间 嗯 我想 你可不 你愿不愿 你愿不愿意提一下 那个当时你那个 在北京恩师的名字 他叫卢兰青 对 卢就是卢 蓝 蓝花的蓝 青色的青 OK 那 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 而且他非常的 特别 因为他只有高中毕业 他没有任何音乐院的背景 他是山东滋伯的乡下人 他叫出很多位世界声乐冠军 我觉得他非常的冲击我 因为过去我找到老师都是业界名师 但是他告诉我的东西超越了现在所有主流声乐教导的范畴 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当时你在去找这个北京的老师的时候就是卢兰青老师 对 的时候那位国际音乐的总监跟你说他不认识他 可是他的这位卢兰青老师他的肢力显然是非常的显赫 对 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他我跟你讲他是得到了金氏世界纪录没有错 对啊对啊 但是他并不在业界之中 那他主要是教古典乐的 那古典乐的人可能知道他但也不会承认他 因为古典乐在在中国大陆其实很讲派系 今天如果你不是谁的学生 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中央音乐院的 你不是上海音乐院的 你不用想出头啦 说实话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的老师某种程度在那边也被打压 所以他没有在任何一个音乐院教课 了解 我想为了我们听众 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一般人啊 就是我们非常大众的大众 希望能够怎么形容呢 去KTV的时候 我们就姑且这样讲 去KTV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表现 那么在没有接触他们的前提之下 你会怎么样去稍微描述一下 他们能够怎么样进行自我训练 怎么样去从最简单的方式 可能一个小配方去开始训练自己 可以 第一个就是唱歌的时候 第一句不要吸爆气 提醒自己光这一点 就会让你的唱歌变得比较稳定 这是第一点 再来用讲话的心态去唱歌 就是不要想要把头往前拉 或是把气推长 都不要 就像讲话一样 声音在原地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记得要用提醒的 就是 声音不要往前 在原地 唱歌前 不要吸爆气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要吸爆气 好了 你气息的越飽 身带负担就越大 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其实吸爆气 吸越飽你就越不舒服 嗯 你会觉得 它会有点卡卡 对 因为你的声带是气管上方低到气门 你气息的越飽 它承受的负担就越大 所以你必须要用很用力才会hold住它 不然你声音会很容易变虚 所以不要吸爆气 对 这是两个你可以在KTV提醒自己的一个方式 包括不管是声音的稳定度 或是长音 甚至是音高 都会变得比较稳定 如果我在四周之后 希望能参加李明歌唱大赛 然后希望能够 I don't know 拿到前三名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设计 这四周的训练过程 你说如果 我们面对面上课吗 还是说你自己的自我训练 对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面对面上课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以歌唱来说 它可能会分为某一些模组 就说你要tackle这个module 那个module 那么如果我只有四周的时间 那显然没有办法完美的去 过每一个module 那么你会怎么样安排这个先后的顺序 基本上 我讲Mr.Voice的训练好了 Mr.Voice是我创立的歌唱教室 然后第一阶段我会训练你的基本功 那可能一到两堂 我会先训练你气息跟现在的协调性 就是不要让你用那么多气唱歌 然后去训练你口言腔的肌肉 然后再来 就四周而已嘛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声音的稳定度的提升 我让你声音稳定度透过减少送气 然后让声音变得更加的稳定 再来会有音域些许的提升 但我觉得这歌唱比赛的重点 还是在于情绪的诠释 所以我会请你去准备你的歌曲 然后 好就以信不了情举例好了 我会邀请你在每一句写下你的情绪 然后 呃 有感而发 所以有感而发的意思就是 好 心若倦了 你我会带着学生去回想 你那些让你觉得很累的事情 情绪满了 直接发出声音 记得不要思考哦 这很关键 唱歌当下不要再思考了 就像你在球场上打球 如果你还在思考手要怎么动 脚要怎么跑你绝对打不顺 嗯 但很多人在台上的时候还在想 玩了玩了 高音来了高音来了高音来了 高音来了 哦好险没事 那你的唱歌就会很可怕 所以在台上的时候 在台上的时候不要去想要怎么去操作 那该怎么去不要操作 就是让情绪主导 那这会是重点的练习 就是让情绪触发你的情感 后直接发生 那就会让你的发生变得更加的流畅 然后自由 哇这个这个哇天哪启发好 我承认我不会花太多时间 不过因为我最近对这个in the zone 就是进入化境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这是你可以在职业运动员当中 观察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顶尖运动员 是 就是你在那个化境之内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会自己作动 没错 就是不需要去很多的去想说 我手要怎么摆 腰要怎么转 才能够积出更有力的球之类的 对 它身体会自己帮你 完成 带你去执行那个动作 没错 那这个就会跟练习的觉察 有很大的关系 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高音 为什么你高音会想要用力 其实是你害怕上不去 那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上不去 如果四周 OK是刚刚的训练 那如果是更长的训练时间 这就会是我的训练重点 就是当你今天在唱了一个音的时候 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 这就是属于动机的部分 再来你的情绪是害怕的还是安稳的 因为你的害怕的情绪会促使你 想要来帮忙你的发生行为 就是啊完了高音要来了 你这时候就会怎么样 你的身体就会怎么样 用力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动机其实被情绪触发 对吧 因为害怕 所以用力 可是用力的依据 来自于你对于声音的认识 所以你就觉得啊 是高音要用力 所以当你的情绪不安 认知又不精准的时候 你的处理声音行为就会错误 最后达到的声音 就会不符你的期待 所以这是一个觉察的过程 就是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事实上很多人唱歌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他有很多的误会 对 但又想要维持那些误会的身体感受 欸我觉得声音在头顶 啊声音在鼻子 可是隔几天之后 你会发现那感觉又不见了 嗯 因为身体的感觉不可靠 因为身体每天的状态都在改变 嗯 所以运动员在打球的时候 绝对不会去依赖身体感觉 绝对是心理的稳定性 会超越身体的状态 那我认为歌唱也是一种运动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训练过程 嗯 我不晓得魏宇老师 你自身啊 自己因为你也是表演者 是 那你如何透过可能 日常的训练去达到你所谓的这个 心态的稳定 就是 哦这真的是Match Wars 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 你要告诉自己 可以唱不好没有关系 这很重要 可是在表演当中欸 嗯 就是要这样子 我问你来 假设你现在要上台表演 我跟你讲你要唱好哦 有意义吗 白痴也知道要唱好啊 嗯嗯嗯嗯 这句话只会带来恐惧 你懂吗 对 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教艺人 我都跟他说 你不要想要唱好 因为没有用 而是我提供你方法 让你持续做对 你就会做对 嗯 如果我告诉你 要唱好哦 就好像我再告诉你 你要考100分哦 No 这不叫教育 这也比较训练 没有意义 我在平常时候提供你对的方法 你练好了 但是你上场前 我就告诉你 你真的可以唱得不好 没有关系 就会放松 你就会唱好 这是一个奥秘 我觉得还蛮有 还蛮有趣的 因为让我联想到 就是因为老虎舞姿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高尔夫球 因为老虎舞姿最近 近几年是 因为他前几年是 稍微低潮期嘛 那高尔夫球这种运动是 你一旦进入低潮期 你是不可能再爬起来的 所有专业赛品 都是这样子讲 就是你一旦进入 off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可是他近几年又重新 回到这个球王的地位 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他说 This isn't the last hole 这不是最后一道 嗯 我觉得跟你讲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你搞砸又怎么样了 你没有结束啊 你就是 没错 你就是可以好好的跌倒 你看这个东西 婴儿就做得很好 他就是可以好好的跌倒 所以他走路 一下就学会走路了 他身边的人 不会 因为他跌倒 而去 呃 羞辱他 不会 哇好棒哦 你好棒 yes 我们会因为他的每一次尝试而喝彩 但很多时候 我们对自己 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心态 但事实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智慧 而这个智慧是非常单纯的 就是 你真的可以犯错 我们是一个生命 我们不是一个机器耶 犯了错就要被丢掉 no 你是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都是很珍贵的 上帝创造每一个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 你珍贵无比 但你竟然会没有办法接受 生命的样貌就是 会失败 会出错 所以我都跟我的学生讲 我不要完美 我不要你完美 之前我一个学生 啊 就Vivian 徐若萱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我唱歌二十几年 我上台还是会紧张 我说 因为你想给大家完美 但你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在说谎 你在台上给完美 基本上就是在说谎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当你 当你不给完美的时候 你能给的是什么 就是真实 所以你跟你朋友聊天 不会紧张嘛 因为你给的是真实 嗯 所以真实就动人 你只要给真实就好 你就是可以好好的犯错 你就会快速的成长 可是需要很有安全感的环境 所以我在训练我的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像是一个coach 就是在陪伴他们 让他们真的相信 他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 他可以犯错 他就会成为 越来越好的表演工作者 哇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结尾的地方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啦 就是 我们的听众能够透过什么样子的渠道 关注你 如果你想要上课的话 我在海豪就是 好学校的这个平台 有非常便宜的线上课程 我跟你讲真的很便宜 因为我的课其实一对一不便宜 对 你可以在海豪上面 就是搜寻Mr.Voice 或是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 直接搜寻Mr.Voice 都会找到我 但因为我们的东西太特别了 就是什么叫没有音高 什么叫做 你需要去安稳你的心 你的音高就会上去 其实这东西很难拍成YouTube影片 对 所以 我是在海豪上面去呈现我们的练习 YouTube上面还是有啦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很奇怪 像是一个邪教 No 就是 对 就是 真正的唱歌就是用你的灵魂唱歌 好不好 不要管什么声带闭合 声带 根本连痛觉的神经都没有 拜托 不要再 对 好 个人立场 如果你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 欢迎你来到Mr.Voice 或者是到HowHow Search Mr.Voice 你会找到我的教学法 非常非常的有效 对 然后还有Facebook跟Instagram 你知道在这个Facebook跟Instagram上面搜寻 陈威瑜老师 就是你在我们Podcast的title上面会看到的 就是直接搜寻他的名字就能够找到他哦 然后最后一题就是 陈威瑜老师 相信经过今天的分享之后 大家会很有兴趣 那他自己本身也出了一本书 叫做唱出好声音 颠覆你的唱歌思维 让歌声自由 这本书呢 现在在伯克莱上面 也都可以购买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除了这个影片的教学 他也有书籍的出版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今天节目中提到所有的连结 我们都会整理出来 放到show notes当中 那今天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威瑜老师 谢谢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